台北市长柯文哲宣布 下周将展开封城的桌上演习 已经拟出了脚本 模拟爆发大规模感染 全面禁足21天 分成不同的情境 例如初期可能采取纽约模式 封锁部分地区 仍开放民众采买民生物资 但是也不排除像是武汉封城 全面封锁 另外高雄也将在5月3号 进行兵推演练社区感染防疫 不过对于即将到来的五一连假 避免七名廉价群聚状况重演 是不是会实施禁足令呢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可能性一定有 但是台湾目前离封城还很远 不用过度恐慌 疫情危机升官全台各县市 拉高防疫规模应战 而台北市如果走到封城 第一步得切断对外交通 不过可没那么容易 国家最高单位总统府 就位在台北市中心 另外还有像是行政院以及立法院 都是在台北市 所以不是地方政府能输封走封 台北首都情况特殊 向峰还得处处来跟中央配合 我说台北风 然后总统府要继续进出 开玩笑 要不要异地办公 要不要要什么进出 这没那么简单 兵推规划模拟各种不同情境 初期做法可能参考纽约模式 民众还是能买东西 逐渠小规模封闭 但也不排除模拟武汉 人车全面封锁状态 而新北则是直接假设爆发大规模感染 要求民众得关在家21天 至于五一连假 各地区是否该超前部署 新北已经决议公共场馆 继续封闭到5月1号 但是要不要下禁足令 甚至封城 陈雄认为没必要 用可能性这句话 那有答案一定都是有 我们现在离那里还非常的远 我们现在最多在我们的一个警戒期 准备是要做 那过度的恐慌是没有必要的 养兵先日用在一时 中央地方做最坏打算 也做最好准备 继续聊一转题报道